老爺 家和这个女人 你要哪个 大哥 老爷 爹 娘 二叔 贵乙 我东卿在这里发誓 我可能不是个孝顺的儿子 但我绝对不可以 作为一个薄情的男人 我霍东卿 永远永远都不会离开我的妻子玉无侠 还望大家给我做个见证 沐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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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一只鸟 可以自由地飞翔 不再受到任何束缚 诺大的蓝天 只有我 我是我自己的主人 东卿啊 你和我不一样 你有父母兄弟血脉亲情 不像我孤家寡人一个 我知道 不过 这种压抑的日子 要顾到什么时候 其实有时我很羡慕你 你羡慕我 我还羡慕你呢 东卿啊 你命真好 能遇上吴侠这样的好女人 正因为这样 我要带吴侠离开北平 离开货家 离开工厂 去上海重新打拼 有一个新的开始 东卿啊 按道理说 你的决策非常正确 北平这几年时机动荡 货家的生意一天比一天难做 可是上海的情形完全不是这样 上海的民族企业发展得十分红货 特别是房子 东卿 你到上海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 不过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你爹娘那儿能舍得吗 干娘就不用说了 你爹虽然嘴上不说什么 可是心里一直很欣赏你 这些你想过没有 我知道 家人和无瑕 我必须做一个选择 爱和责任 好为难 不过我还是建议你离开货家 东卿 不是我多疑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可是江湖上关于你二叔的传闻 和你跟我说的可不一样 你二叔绝非善良之辈 居心叵测难以捉摸 那是你不了解的 其实我二叔有很多苦衷 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也是个可怜的人 他从来没有机会 施展他的才能 他也是这个家族的牺牲品 东卿啊 你别太善良了 这个事业弱弱强势 人心不可测 总之一公一私 上海都是你新的开始 不错 我可以在上海 重新开始我的事业 到时候 我再把爹和娘接过来 告诉他们 他们眼里的东青已经长大了 上海 就是我们新的生机 我支持你 我在上海等着你们 谢谢你 志向 我的好兄弟 好兄弟 好兄弟 我已转了 不 不 要是 是 桂架 我棍下 我棍下 是为了 敦蚀 你不可 不站在间 你的耐心有多久 我就陪你多久 二叔 怎么是你啊 二小姐看见我 很失望 有什么事情吗 二叔 玉家姐妹 天壤之别 大小姐单纯执着 二小姐则高傲自负 难以想象 两姐妹竟是一奶同胞 二小姐 虽然在很多方面 和大少奶奶不一样 但是在某些兴趣爱好上 却有着惊人的一致 可惜 有的人 还蒙在鼓里 二叔对某些事情 也是充满了渴望啊 好比 虚拟 权力 二小姐一定觉得 我坐那个位置 不合适 适不适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谁让您来做 马上就要开会了 马上就要开会了 东卿不在 想必二叔一定愿意代劳吧 对了 今天的会议是由董事长亲自来主持 他已经在会议室里 恭候多时了 看来 他是想亲自查问一下声音 这个老不死的一往不散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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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